本地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希望通过中医调理身体来提高受孕几率 受访中医师表示需求近期增加月一成 康胜中医则观察到寻求中医调理身体的女性有年轻化的趋势 记者陈思玄报道 42岁的谢惠斌两年前开始接受人工受孕 不过前后三次都不成功 在第四次尝试之前 她一周看两次中医也特别照顾饮食营养等 最终自然受孕 如今宝宝已九个月大 谢惠斌是在康胜中医调理身体 中心主要通过真酒 爱酒或口服中药 为病人治疗不孕不育的情况 团队观察到如今前来寻求中医调理身体的女性 趋向年轻化 年龄阶段大概是从26岁到45岁的都有 排卵的问题或者是卵巢的质量不好 还有就是无名原因的不孕不育 通过中医的调理来增加他们的受孕能力 然后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 很多病人也会自然受孕 一般会调理上个月左右 最佳中医诊所则指出 每个月有三四位女性为了受孕而前来调理身体 人数同比增加10%到15% 有的人是已经经过了那些西医的检查 那么也许发现他们有自身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子宫肌瘤啦 子宫内膜移胃等等的疾病 不孕不孕当中的 其实也就是肾虚咯 或者说干预咯 或者痰湿 或者说是血虚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璇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